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三角梅 介入了这个秋季是各种花费 最续于换盆的一个王金时间段 那么三角梅也不例外 但是这个时候是三角梅的花期 它正在开花或者是孕育花蕾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给它换盆呢 像我这些三角梅它开得非常旺盛 如果像这一盆三角梅开花得非常旺盛 或者是正在孕育花蕾 花芽分化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给它换盆了 这个根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伤害 还有花苞都会给它弄掉一些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必要冒这个险给它换盆 等到它完全开败之后 我们再给它换盆修剪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三角梅生长 如果我们的三角梅正开得旺盛 这个土壤又产生绑节了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解决这个土壤绑节的现象 不影响这个极株生长 导致这个花朵提前掉落 如果想要这个花朵延长树域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土壤开始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土壤把它疏松一下 之后再给它撒入一点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它适于各种花卉使用 因为它里面所含的有机肥是45% 蛋铃甲严肃是比较少了5%而已 因为在它的花期不适于给它施肥 只要蛋铃甲少了就不会影响这个植株的生长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有益活金 每克三益更能让这个土壤自由的无需 还有就是促进营养循环失收 长期使用就可以让这个土壤变得越来越疏松 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之后再给它铺上一层薄薄的土壤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使这个土壤疏松 不容易产生绑节 但是我们给这个土壤松土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它的根势 如果没有这种有机肥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农家肥 因为农家肥的肥力比较温和 不会伤到在花期或者是花芽期的三角梅 比如像这个羊粪 它是经过风干腐朔好的 我们给它使用到盆土里面 就不用担心它会引起一些病虫害 来危害这个三角梅蜘蛛 或者是这个花朵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三角梅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